大家好,歡迎收看大希臘賽馬頻道 又是世界杯片段的時候 昨晚雙牙大戰很激烈地進行了 賽果是3比3 斯朗竟然可以在一場比賽之下 連中三元沒有止氣發 一球十二馬,一球罰球,再一球 在禁區頂外的遠射,令迪基亞牛右手 滾了進去,三球追和西班牙 兩隊表現都不差 打和都OK 對於兩隊來計,在出線形勢上 始終他們在這組中都是最強的兩隊 角低一分,看看他們接下來 對另外兩隊表現如何 可能可能要靠得失球 看看誰可以首名出線 可能兩隊都會贏到另外兩隊 伊朗和摩洛哥 再看回頭場 法國對澳洲是2比1 因為是小勝 法國隊只能夠 盤路方面是下盤的 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到 喜歡片段 記得按LIKE和訂閱頻道 繼續留意多些 我在世界盃期間的片段 會跟大家推薦 深水的賽事 記得留意 再說明天的賽事 有三場比賽 哥斯達尼加對賽爾維 德國對墨西哥 和巴西對瑞士 上屆冠軍 德國隊已經上陣 跟大家主力 都是說兩場 觸目一點 德國墨西哥和巴西 瑞士 比較多人 注目 看賠 後場 哥斯達尼加對賽爾維 暫時 哥斯達尼加 受藥評判 高水 2.23倍 客隊賽爾維 1.68倍 365倍 1.9倍 客勝 主隊5倍 相當高 看來主勝的機會 都是比較 被看低一線 但是讓評判 留意一下 他會不會轉 讓半一 假設 明天轉了讓半一 可以看高 哥斯達尼加一點 保持這個水位 我覺得 投注價值 沒什麼 讓評判這些低水 1.68 8點 吃飯 看一看 都可以 買低水 還是沒有買 看回另外兩場 德國對墨西哥 可以看看他的陣容 德國隊上屆冠關 這屆陣容方面也有所變動 有些年紀大的球員退隊 梅迪薩卡 拿姆 那些 已經不在浸中 但是 也是保留 一些 喉姆斯 謝露美保定 這些 帶著新球員 再來 闖關 看看可不可以 衛免成功 你看看中場 有達斯 卓奧斯 奧斯爾 唐馬士會 這些都是 上屆的骨幹 希望可以承接到 帶著新兵 一起去 勇闖 2018的冠軍 對面 墨西哥 都有一些 熟悉的球員 小豆 卡路士韋娜 還有 道斯山 道士 這些都是OK的 整體來說 人腳當然是德國好些 但是你計算 這個打法 那些東西 都不是說 沒得踢的 一個球員 39歲 馬昆斯 竟然還有入選 這個 23人的大軍名單 真是非常之奇特 39歲的年齡都繼續入選 真是精神領袖 隊長 我想是 墨西哥 馬昆斯 打了很多年 還有入選 真是非常之厲害 現在 看賠率 看看德國那場 德國暫時就1.42倍 主勝 讓一球 亞洲盤 那你讓一球 不算讓得太深 看365 就1.5倍 4.5 7.5 就 讓一球都合理的 看這個盤路 都可以 我想 坐底都小勝一球 都不會說 搞到和波收場 始終德國隊 分組賽的一些表現 非常之 值得信賴 紀律的踢法 戰術的執行 都是非常之 貫徹到的 那個作風的 一定是做到出來的 你在分組賽 很少見德國說會脫掉的 所以呢 在這個盤口底下 都是撐上盤的了 再下來呢 就再看看巴西對瑞士 看看兩邊的陣容 巴西龍門有這個艾達神 這個曼城的 踢得非常之好的龍門 看看他到時出哪個正選 後衛提亞高斯說 米連達這些 菲律比奧伊斯 馬歇路 非常之熟悉的 左閘非常之強勁 黃馬 贏這個歐聯 非常之出色的表現 還有 丹尼路 卡斯美路 這些中場 古天路 保連路 費南 丁路 費特 韋利安 前鋒方面 還有這個 加比爾捷西斯 尼馬 發明爐 這些都是 一貫巴西的人腳 希望巴西可以 踢到他的 森巴足球出來 給大家 欣賞一下他們的 華麗的進攻 對面 瑞士最為人熟悉的 當然是這個 沙基利 看看他可不可以 單天保自尊 瑞士還有比哈美 沙卡這些 都是英超上陣的球員來的 還有 迪座奴 也有入選 今屆 他都打了很多年 老路中華 還有 還有 列治史特拿 也有入選 瑞士也有靠這幫 老鬼坐陣 看看可不可以跟巴西 頑強一戰 看賠率 巴西明天就是開出這個 主勝1.35和波4.05 客隊8倍 亞洲盤 讓一球球半 對回這個 365倍率 1.4 就始終 投場俄羅斯 那個玩法 讓一球球半 暫時這個水位 都是ok的 接受到的 始終巴西實力 對著瑞士 這些歐洲 都是中下的實力 就看過一試 他們的 踢法也是略為主攻 不會保守的情況之下 一球球半 都可以上盤 這樣 這樣 監獄啊 支持那兩天 都很多下盤 開出了 可能都是時候要 抖回雲 弄回上盤 這樣 濕水 推薦了兩場 大家明天 再留意 飛速的變化 繼續看球 準備開球 阿根廷對冰島 暫時 那個賠率 都像樣 阿根廷 做到的水位 都好像我昨天的影片所說的 去到1.78 都可以 值得信賴 看看阿根廷 美斯 會不會 有好的表現 可以 不要被 施朗拿道 毒領風騷 影片到這裡 就這樣